赏花的交通讯息要提供给大家 玉里镇赤柯山 富里乡六十淡山金针花季是逐渐绽放 也因为山路狭小蜿蜒 交管期间是全面禁止甲乙类大客车通行 红线区域也禁止停车 金针花季来临花莲的玉里赤柯山 富里的六十十山两大产地花还逐渐绽放 预料吸引大量游客赏花朝圣 玉里镜分局就公布了两区金针产地交管的时间 八月十二号起到十月十号 每天的八点到五点半为期两个月 受到去年地震影响 山区路况仍在修复 今年赏花的道路跟往年有所更动 并且也禁止大客车通行 红线区禁止停车 警方将沿路交管机动巡逻 请游客配合 事情时间自八月十二号至十月十号 总共六十天 六十十山管制时间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 赤柯山由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 而因为受到九一霸地震影响 因此本市上山路线 六十十山由竹田路段原路上下山 赤柯山由竹林路段上山 并且依时段从原赤柯山产业道路下山 也请各位游客下山时请务必打低速打 避免刹车过热 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事故 赤柯山六十十山是花莲的两大金针山 物料推广观光 县政府每年都会以每公顷补助费用流花政策 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超过六十公顷 开花大约有六成左右 估算八月二十号之后将会进入赏花的高峰期 记者高松松 玉里镇采访报道